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鼓励 甜新年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优酷全娱乐春晚特别节目 让我们欢迎TFBOYS 欢迎三位 哈喽优酷的玩家们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万事如意 一切顺利 身体健康 甜甜开心 好 谢谢三位 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王俊凯好了 其实三位初登舞台的时候 还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三个孩子 然后现在呢已经成年了 现在在登上舞台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现在登上舞台就感觉就是 跟大家一块过年的感觉 对 就没有之前小时候那么的紧张 主要是感觉是去给大家拜年的 是去给大家拜年的 对对对 好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来问一下王源 其实现在成年以后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规划呢 其实还有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然后我们都是追梦人勇敢追梦 好 谢谢 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千玺好了 其实每次到过年的时候 大家最开心的就是收红包 那现在对收红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 比如说小时候爸爸妈妈 特殊记忆就是 就是因为一回老家各种亲戚都会送红包 然后有的时候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就会管自己要红包 然后自己就会从父母他们给的红包里面 剥一点出来就给他们 很小的时候 小朋友就会问你们要红包了 就比自己小弟弟妹妹 那现在还会给家里人发红包吗 现在成年了啊 就看回去的情况吧 如果要了很多的话就可能会发 好的 谢谢 谢谢TF Boys 我们也希望三位在19年可以顺顺利益心想事成 国际 国际 多那些語的人 是我 独立的 我